全身乏力、头晕、咳嗽、失眠 部分新冠病毒感染者在阳康后还是很难受 这该怎么办呢? 近日,福州多家医院开设新冠阳康门诊 帮助患者更好恢复健康 1月4日下午,记者实地走访了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下午3点,记者在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新冠阳康门诊看到 患者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有序后诊 前来就诊的大多都是阳康后仍有症状的患者 昨天晚上过来,忽然间发现有这个门诊 我觉得非常的方便 因为咳嗽非常厉害 然后就直接配药了 然后今天就过来看报告 没有阳康门诊之前,有一部分已经得过新冠了 症状正在恢复过程中的病人 或者说症状已经稳定了 那这部分病人他就跑到急诊去看了 那么挤兑了急诊的资源 因此我们根据这样一个现实的需求 对这一部分阳性正在康复的患者 我们开配专门的门诊为他们服务 可以保证急诊资源的充分利用 同时让这部分病人又可以有专门的医生 提供执行、诊断、治疗、指导的帮助 康复的指导、饮食的指导 目前,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 新光阳堪门诊设立了四个诊室 医院会根据就诊人数来进行诊室的调度 该门诊设立以来 接诊量持续增多 目前,每天接诊250人左右 现在每天有250个人左右 我们从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10点都开放走 那么我们还配专门的志愿者 为他们导诊服务 杨康门诊的医护人员是各个科技抽调的 而且是资质比较高 都是富高以上支撑的人员 这个保证就诊的质量 采访中 疾病症在恢复过程中还没有完全好 或者说你在这过程中有一些病发症 或者说你原来的可能有一些基础性疾病 这个时候又发作短 或者说你在这个康复过程中 营养啊 记者了解到患者前来新光阳康门诊 无需提前预约可现场排队就诊 此外民众也可进入该院互联网医院进行咨询问诊 我们的医务人员清商不下火线 他们仍然坚持在这个第一线 这个也请老百姓放心 这些医务人员们一定会以自己高尚的职业道德和精湛的艺术 用我们自己的坚强的力量来守护人民的生命与健康